说到清朝的奇女子那必须是说到孝庄 她从小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 她嫁给了黄太极 托尔滚呢都对她是心生爱慕之情 但奇怪的是黄太极却不喜欢她 其实和她的缺点呢是有关系的 她有四个孩子 只有一个儿子弗林 孝庄从小性格呀就非常的强势 野心呢也非常的大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对于黄太极而言就不是了 一个女人太强势是得不到她的宠爱的 相反海兰珠 她的姐姐就性格非常的软弱 总是给人一种啊娇滴滴的感觉 哪怕和黄太极在一起了 她还是那么天真 加上有手段让黄太极和她待在一起是很舒服 所以说黄太极呀更喜欢这种温柔的女子 孝庄太强势就不被宠爱 但是孝庄却能辅着两位帝王 开创了大清盛事安享晚年 前朝后宫都对她非常的尊崇 在古代这种一个男人多个女人的环境当中 这又何尝不让别人去敬佩呢 啊 好